华联分局线上巡逻远景清晨4点多 新京国联五路与国联三路口的时候 发现了前方停等红绿灯的轿车 莫名开启了右车车门后又立即关上 心境相当的可疑 警方上前示意蓝停 没有想到轿车 不但没有配合停车 还刻意拐了一个弯后才停在路边 被远景试破驾驶掉换了座位 一下车就散发出了浓浓的酒味 企图规避酒驾责任 在实施酒驾后严重超标 当场遭警方上靠依法送办 在干嘛 在门打开 白色轿车在路口停等红灯 突然莫名开启右车车门后又立即关起 行境相当诡异 警方立刻上前示意蓝停 靠边停车 靠边停车 警方跟随民敌广播 没想到轿车没有配合停车 而是刻意拐了一个弯后才停在路边 被远景试破驾驶掉换了座位 一下车就散发出浓浓酒味 企图规避酒驾责任 你从驾驾出来干嘛 你从驾驶然后再跑到驾驾下来 现在换驾驶你我看不出来 没有没有 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 凌晨四时许 本所巡逻警网 巡君花蓮市国联五路时 发现一辆汽车 停等红灯之际 副驾驶座车门无故开启 所以期前难查 过程中发现驾驶身上酒气浓厚 经依标准程序对驾驶人实施酒测 以超过法定标准值 前难依公共危险罪 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经过警方的寻寻善诱 开车的夜姓男子坦诚喝酒 在经过酒车后严重超标 当场遭警方上靠 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而坐在副驾驶座的乘客 也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予以裁罚 酒后上路除了造成交通安危 还要背上罪名与罚则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 超级�度